世界十二強棒球賽中華隊 哼衛全龍 最近在桃園球場自辦熱身賽 讓球員磨練默契 旅美投手江少慶 先發投三局50分 最快球速153公里 表現亮眼 江少慶是中華隊 設定的先發投手輪值 小聯盟立賽結束後 持續維持投球手感 25號與新北市城棒熱身賽 就登板先發 投一局標3K 又標出155公里速球 上一場速度是有比較快一點 因為一局而已 然後想要試試看 把自己的身體機能 跟自己的迴避速度 調整到最好狀態 然後今天是三局嘛 然後有多使用了二縫線 二縫線 對 然後所以速度稍微調整了一下 雅錦賽投出漂亮成績的火球男 劉志榮 30號因手臂緊繃 宣布退出代表隊 日前他在這場比賽 九局突破僵局制登板 雖然被朱育賢打出二雷安打 但他馬上調整 沒多掉分數 過150公里速球連發 還投出一顆最快157公里的速球 讓現場驚呼連連 這場自辦熱身賽中華隊正中有10名投手依序登板 第八九局演練突破僵局制 中華隊中場已無比8吞敗 中華隊投手群有接連被敲鞍打十分狀況 但總教練宏益中認為不需太在意 沒關係啦 因為現在還是那個嘛 這個找這個熱身賽 我跟他們講說打不好的趕快去調整嘛 還有幾天的時間投不好的人也是啊 至於中華隊投手群定位 洪一忠表示還沒辦法確定 要等到旅美投手胡志偉報道 打完11月2號3號兩場官辦熱身賽後 才會有明確輪廓 中央設計的張新偉 謝景文 桃園報導